经过分析显示 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 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 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 59,938例 其中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功能衰竭死亡病例 5,503例 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 54,435例 死亡病例平均年龄80.3岁 65岁及以上约占90.1% 其中80岁及以上约占56.5% 死亡病例中90%以上合并有基础疾病 主要合并疾病为心血管疾病 晚期肿瘤 脑血管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代谢性疾病及肾功能不全等 由于冬季本身是老年人呼吸系统疾病高发 和心脑血管基础疾病加重的季节 近期又与新冠病毒感染等因素相叠加 因此老年人的病亡人数比较多 这也提示我们要更加关注老年患者 尽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生命 下一步 我们将按照乙类疾管传染病有关规定 及时更新相关数据信息 并向社会公布